碰一下兒子就問妳要幹嘛 我剛剛是拿東西 妳可以給我坐這個床 繼續去那個洗澡 妳媽 小姐 我現在要 妳剛剛去那個洗澡 我現在要換房間 我有時間了 我等一下還有別的工作 換你十 九 還不舒服 全裸財那邊 這是一種情趣嗎 剛剛跟大家交往的時候 他說什麼 上床睡覺要 要全身 不是乾淨 對 這一定 好 瞬間躺平 妳在睡了 妳看這個有多快 有 偷拍 怎麼這麼早 妳在幹嘛 沒有 我剛剛睡了 叫拿東西 碰一下兒子就問妳要幹嘛 拿東西 沒有 我仔細在門口 拿一個東西這樣 妳給我坐這個床 繼續去過洗澡 妳媽 小姐 妳剛剛去過洗澡 我現在要換房間 男人叫女人洗澡 對啊 第二條蝦蝦 下床不行 吃飯了 老公 小朋友們 吃飯了 快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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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吃什麼火鍋 就感覺家裡有個出家人 在那裡煮一煮 在掛單 無欲無念 就是她那個 她還說會對我的血壓 她每次都要包個一小時 超好吃的 一定要 我是要拿來 我叫我關了妳 妳好像一定要喝到她 妳都不知道 每餐都知道這樣 但國外也是一樣 有嗎 正式 正式的 妳女兒都說正式的 女兒 第三條家規 妳我去運動 2個10分鐘 目標 然後就移動線 你知道頂部開 買屁股 漂亮的方式 快點 我在穿鞋 你在幹嘛 妳已經多久沒運動了 兩天沒運動 我每天都有運動 妳已經失敗掉 昨天跟前天了 快點 好了吧 好了 我會很累 從身外吃 好 對 趕快 穿鞋子 好 東就來了 東鞋 對 我要拿個東西 什麼 等一下 什麼等一下 都要出門在幹什麼 每次都這樣 拿毛巾 可不可以快一點 沒時間了 我們現在還有別的工作 快點 10 9 倒數 9 倒數 倒數的 好帥 快點 他罵贏妳老婆是不是 走 後班長 一忙去罵 來 來 來 真的上 全裸才能幹 這是一種情趣嗎 我以前一開始以為是這樣 因為剛剛跟他交往的時候 他說什麼 上床睡覺要 就是 要全身 要躲 脫瓜 裸睡 因為他說 裸睡很健康 裸睡接觸床單很健康這樣 可以睡得一覺好眠 然後我就覺得很尷尬 我不要 因為女生就是 怎麼可能每天都被你看光光 很沒有隱私 然後我就說我不要 空穴來一空 喂 喂 真的 冷景情深 冷景情深 因為真的很怪 他自己全身裸就算 我已經看了十幾年 就是也膩了 但是我不可能讓他看膩吧 然後後來我就說 那不然就是 床子一定要乾淨 穿水衣 但是後來現在是 就改成變成說 我只要出去外面客廳 洗完澡出去客廳 再回到房間 他說 床一定要是乾淨 要乾淨的 然後我就覺得很傻眼 就叫我再去換一套乾淨的衣服 這很正常 然後就一天 你知道我一天可以洗兩大籃 又加上小孩的 因為小孩也 就不正常 可是很正常吧 為什麼要全裸才能洗 床是一個神聖的地方 對不對 床就是要乾乾淨淨 才能夠睡得舒服睡得好 而且一開始在那邊 不要好像當情趣一樣 我跟你講久了以後 像我們現在出國 他一定要出去說 我覺得還是我們家這個家規好 因為他出去睡了以後 去 脫光光睡 乾淨的要命 然後滑的要命這樣 家裡肯定不一樣的 對 所以他覺得說 其實這一條也很好 就是因為出去外面 你那個衣服 你看 這個坐在那個牛仔褲 坐在我床上 絕對不行 一定要乾乾淨淨在床上 他很會追眠 對啊 那人家迷迷句話都沒講 他講得很合理 真的 他在講這些話的時候 你把它配上沐魚 就是不為何 不為何 基本上都這樣 好 那講話我覺得好像沒有聽到 可是我覺得OK 要乾淨了 完全不合理 我剛剛只想說 他說衣服坐過 然後 對 出去不行 我覺得你可以用酒精消毒 又想消毒了 我跟妳說 不能消毒 我跟妳說不能消毒 我現在嚴重到 他現在嚴重到 就是買一台那種 UVC的那個空氣清淨機 就是有點像是 你人在那個空間裡面 他也可以幫你紫外線消毒 但是人可以在空間裡 這個是有置入是吧 沒有 嚇到 感覺 感覺要來的要來 要推出來 很少看到男生給這個規定 一般都女生有 對 女生會有這一條 床很重要 奇怪 男生轉的床 是我最後的一個 潔淨的一塊保護基地 這一點在我身上不可能 對 憲哥都在沙發上睡 不是 我穿衣服一碰到我都快不行了 你還兩個脫光 一摸到就有反應 一摸到 一摸到就有 兩眼對到就來了 有 真的你很好 真的 跟那個余翔全部一樣 你在牛棚裡面很厲害 對 就跟你說陳柏南 好 這一條我們再考慮一下好不好 這一條 沒有湯就不能吃飯 來 你說 什麼 沒有 真的 我覺得男人家裡面在好好吃個飯 一定要有湯 要湯做一個Ending 而且這個是我阿嬤跟我講的 阿嬤從小 她只要一上桌一定就有湯 而且她說 男人在家吃飯一定要有湯 沒有就沒有男子氣概 沒有男子氣概 有這個 對 她一直聽 就是有一些 有時候是清湯 有時候是煲湯 但不管怎麼樣 一定都有 最後都有一道湯 這個不舒服嗎 不是 就是因為有時候難免工作比較忙 或是小孩要接送或什麼 你沒有時間去再 除了煮飯以外 快速煮個幾道 你沒有時間再煲湯 或是煮一個湯 然後 夏天喝湯最爽 然後我就覺得 因為全家 全家就只有她一個人要喝湯 女兒又不喝 就只有她跟大女兒在喝 然後我們就好像 就為了她在那邊做這個湯 還好 就是家裡要有個湯 我們家也是都一定要喝湯 對 是不是 家裡有湯就好怪 有在習慣 對 湯就怪怪的 香港人都一定要煲湯 香港吃飯沒有湯才適合你 因為他們就是從容煲湯 我們家的飯菜 一定有湯嗎 不管有幾道 但是都會 是不是 兩道可以 更講究 對 你看有沒有 這個我是說OK 好 那接受 療癒 她如果喜歡喝湯 家裡面 煮簡單的就好 玩了之後就給一個湯 Happy Ending 蛋黃湯 這個還可以接受 但是 軍事化的生活 19 8 7 站在倒數 來 來 她這個真的很誇張 就是她之前 她就是規定我們 就是都要早睡早起 然後就是5 6點就要準備吃飯 然後 就勤 對 然後大概8點以前 一定要全家睡覺 然後早上 是農夫生活嗎 對 早上起床 也是5 6點 那妳現在收到 這個我都已經 這個我滿習慣的 因為女兒我就想說 以後她上課就不用去 上課 調時差或是什麼 而且甚至我女兒還滿可愛 就是有時候我想要偷賴床一下 她就說媽媽趕快起來 要上課 要遲到了 所以就培養我女兒獨立的感覺 女兒要上課要叫她起床 真的喔 對啊 然後但是因為唯一 真的不能受不了她 就是她很愛催我們 然後就是比如說 她前陣子在實行168 那個 結石 結石 然後運動 然後她也要叫我跟她一起運動 我都已經這麼瘦了 我還要運動 對啊 真的是 很累 然後我就早上起來 送完小孩 我想說我好不容易 可以坐下來 喝杯咖啡 然後慢慢吃個早餐 沒有人吵我 然後她不是喔 她就說 什麼 現在走啦 趕快 牛奶不要再喝了 什麼早餐吃什麼 有什麼好吃的 我們剛剛就看到那一段 對 還給妳倒數計時 1987 很兇 然後就一直 一直催我 然後很逼人 然後有一次更誇張是 因為你早上有時候真的想要 有時候變異來 你真的就是 對 我就說不行 我要先去上廁所 她說什麼 這也要管 他會運動到一半就受不了 人家想變變 他們交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Paul就是 不是 就是要軍事化的教育 感覺像隔了一袋 太可怕了 沒有 沒有 你真的缺乏紀律 真的 缺乏紀律 運動好 我跟他去了對不對 好 站在跑步機以後 他就給我調一個模式 叫間歇運動要很快 快慢很快慢 然後 超累 我想說我 我應該可以偷懶吧 我就調最初階 他自己在那邊跑跑跑 還沒一直看 他說什麼 然後我就這樣 然後我就這樣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這樣 我就覺得 我的衛生真的要吐出來 OK 又沒有吃早餐 然後又要這樣被撥 被逼迫這樣子 我就覺得 為什麼我人生要這樣子 喔 會不會太沾黏了 沒有 真的太不自律了 如果不管的話沒辦法 是否建議 這集在說話 事情 事情 怎麼